和所有各地方各处各地的教会都在听的 所以他的写的信的广泛性比保罗还要多 所以我们叫大公书信就是给所有的人的 保罗写的书信是给一个某个地方 某个地区某个领域教会的书信 所以彼得前书他设计的人群 和听众和观众和比保罗还要多 所以你看他写说写信给那么多地方 那么多地方那么多地方那么多地方 OK第三地点日期和地点 大概书成于祖后AD63年 地点为巴比伦 根据比特前书第五章十三节这样讲 不过有三点理由支持此信是在罗马写的 写罗马的 当时罗马政府专政 所以巴比伦只为暗语 就是因为你说people 你不能写得很清楚 我从槟城写给你 然后他们去槟城捉比特了 他写巴比伦 因为巴比伦呢当时2000年 如果你讲巴比伦 巴比伦早在3000年前已经是没有这个国家了 什么是罗马啦 所以是罗马 所以他是用暗语 暗语 为什么要用巴比伦呢 巴比伦当时的国 巴比伦帝国是一个很专制很专横的国家 他逼迫很多人他去供陈列 供陷很多的城市 去抢人家的地方抢人家的国家 所以他是用巴比伦来暗语来讽刺罗马的帝国 这也是抢人家的土地来做国家的 叫罗马 所以你的书 你的这个信业概论里面 你写啊 比特前书是警示书信 信这是警示书信 没有办法没有再 警示书信 警示书信你可以看旁边从copy抄过去不了 警示书信 旁边 地行 旁边都有警察警没有看到 警示书信 警示书信 然后 主题是 等下来讲啦 没到啊 主题还没到 然后罗马 写的地点在罗马 然后A163年 还有现在主题罢了吗 主题 作者不是宝 就是彼得 彼得前书吗 带楼 第四个第四点啊 彼得这个人啊 师徒彼得原名叫Simon 西门啊 如果你没有 名字叫Simon 也不错了 这是彼得的另一个名字叫Simon 西门 然后 又名巴怨啊 巴怨啊 因为父亲叫怨啊 反正是 越拿的儿子 叫巴怨啊 巴是 SUN 的意思 巴怨啊 SUN OF JONAH SUN OF JONAH 因为父亲叫越拿 他的名字特为越拿的儿子的意思 就是 SUN OF BAJOHNAH 就是巴怨啊 意思就是越拿的儿子 OK 彼得一向给人的印象是 敢做 敢为 口 口制 心智 性情刚烈 他从德旧 蒙招到被选为使徒 都一直以主耶稣的关系十分密切 是以主特别亲近的三个使徒之一 五旋节之后 彼得成的教会的领袖 老年时曾出外流行步道 最后相传在罗马岛丁十字架殉道 一个由清佛急促冲动的人 又是门徒当中做代言人的人 生命极大改变之后 变成一个可信赖 稳重 遗述之后 最后自使中心 什么事情使到他有如此大的改变呢 我认为有三个 第一 三次否认耶稣的懊悔 耶稣被卖的那一天 他三次不认耶稣 他后悔 他生命改变 然后 耶稣死了之后复活 他亲眼看到耶稣复活 看见主复活的喜乐 他说 吃到我丢了 米汤的 我心里 心里亚索是这样 是否认你丢了 因为他三道无几年 我三次否认他 他还没有否认他之前 耶稣已经讲了 你会三次否认 不可能的 我这么爱你 我一定不会否认你的 我一定跟到你的 别人出卖你 我都不会出卖你 结果 我第一个出卖他的就是他 他知道现实先要死 所以他就 他就奥毁了 奥毁了 然后 他也是为 也是其中一个看见耶稣复活之后 看见耶稣的 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圣灵充满的精力 使到他有几大的改变 有三个东西给他改变 第一 他奥毁了 那我给你一个 一个 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 我给你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在圣经里面 如果你们 多少个人已经把 把福音书 四本福音书读完了 坦白的 有没有 马太马可路加耶安读完了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 路加福音耶安福音 全部读完了 对了 或者有其中一本马太福音读完 还是马可福音读完 还是路加福音读完 还是有读完了 OK 所以大概知道耶稣被出卖的情况吗 对不对 那耶稣有十个门徒 但是有十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出卖耶稣的 叫 尤 叫谁 尤大 对吗 尤大 加烈人 尤大 出卖耶稣 但是他怎么出卖耶稣呢 他就找 当时的大祭司 对吗 大祭司用三十块钱出卖耶稣 哇 耶稣给你没打击 三十块罢了 就把耶稣出卖了 被抓 但是呢 但是呢 最后呢 他说圣经说他 奥违 他跑出城外 他把这个钱丢在圣殿里面 他不敢收 然后他死在那个田里面 以后这个田叫雪田 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 他有形容你 尤大 尤大是怎么样死的 他在那边 自己掉 掉井 死在那边 所以 那个田 那个 他掉井的地方 那个田叫雪田 雪 雪田 那 他是 懊悔 他不是 他不是 会敢 我可以对一样东西很懊悔 哎呀 我可以 哎呀 我早知道我不要做 我早知道不要这样做 我没有这样做 不是没有事情哦 这个是懊悔 他不是悔改 彼得跟 彼得跟犹大不一样的地方 彼得 这边讲懊悔啊 但是他是悔改 他是因 他是一百巴仙转过来 他从此以后 从了那三次否认耶稣之后的经历 他从来你从圣经里面 从到他最后 倒钉石的架的时候呢 他都也没有出埋过耶稣 也没有 否认过耶稣 这是真正的悔改 为什么 犹大和 犹大和彼得的分别不一样 为什么 犹大的奥悔 耶稣没有 我们的主没有接纳呢 而彼得的 奥悔 耶稣接纳 所以你看到那个 真正的悔改和 的分别在这 他只是 哎呀 我早知道我不要做这件事情 我不要出埋耶稣 不是没有事哦 他不是会改哦 彼得是因为做了 否认耶稣 算是他 哟 他真的 他哭了 集体的时候呢 耶稣申讲彼得哭了 痛哭 跑去城外痛哭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给你看到不一样了 两个 两个也是出埋耶稣嘛 他是两个的结局不一样 OK 我接下去了 每个都敢做敢当 好 那为什么一个人呢 这么敢做敢当 口自心自 进行刚烈 然后 改变呢 真的 我要讲的说 基督徒宗里面 你要有生命中 你生命中 一定要有一些经历的 你必须要经过你的死因有苦 你要经历很多的考验 你要经历很多的苦难 才塑造你成为上帝要用的一个器皿 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呢 彼得是一个大喇叭来的 神功耶 反应很快的 他反应很快的 那种人 但是你会看到 耶稣死后 如果复活后呢 彼得完全是完全一百巴仙的转变 反正你会看到彼得 变成一个一个 是一个隐藏的人 做一个隐藏的人不容易 常常问我说 常常问为什么说 迈克传道 为什么你 你知道这些东西 你要就是 你有经历的东西 你可以为 你可以做神的器 为什么你不做 隐藏很重要 那神的本性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神可以做很多东西 外面的神 他们的能力是也要做表现的 过鸡啦 说的 是 是